美国联储会16号一口气升息3码0.75个百分点 是28年来最大升幅 如今联储会主席鲍尔在释出鹰派言论 虽然美国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冲上8.6% 来到40年新高 联储会不断寄出紧缩政策 鲍尔更表示支持7月份再进一步升息3码 目标就是要把通膨率压到2% 鲍尔画一出引发不少忧虑 德银和花旗经济学家22号就预期 全球经济有50%几率步入衰退 让美股22号四大指数全部收跌 道琼和纳斯达克都下错0.15% 标普500下滑0.13% 非半则是错跌了1.12% 不过鲍尔还是不忘向各界信心喊话 也有专家判断联储会不断打通膨之际 未来四季美国失业率大增的几率超过五成 各界也担心会打击原油需求 8月到期的布兰特亚西德州原油期货 双双跌了超过6% 虽然经济衰退的忧虑升温 升息步调如何拿捏 联储会势必步步为营 近新闻 我们陈神泰 祝神为不懂